最近很多人都拿别人的教学来问我说 这个要怎么去取得啊 就是美国那边有Google AI Pro的方案 是给学生申请 然后可以免费使用15个月 那网路上已经有一些教学是教你怎么完全免费去取得这个方案 原本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教大家怎么去取得这个方案 但是因为真的太多人在问了 所以我决定今天就同意来教大家一下 要怎么去取得这15个月的学生免费方案吧 Let's go 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动了哦 如果你对AI教学内容有兴趣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就会获得更多的内容 想要更加深入学习 但常常出问题 选择学习Plus方案 就有1对1的聊天管道 或是你愿意支持我们 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客观讲得多 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 影片要开始啰 你准备好了吗 嗨大家好我是安当 今天主要就是要再教大家 然后怎么去取得Google AI Pro这个方案呢 在美国那边有15个月的学生方案 可以免费使用 但是在开始之前要提醒大家一下 即便你今天照这个步骤 取得这个方案可以使用 但是中间Google还是有可能会叫你重新验证 这个学生信箱 或者是直接取消你这个方案 毕竟我们使用这个方式 说真的不算是正规的方式 只不过是可以成功通过Google的验证而已 但既然是免费 大家申请完就先用吧 往下还是来教大家要怎么去申请到 这个免费的Google AI Pro的学生方案吧 今天要教大家要如何 没有学生身份或是没有学生的email的话 怎么去取得美国这个Google AI Pro的免费学生方案 这个可以使用15个月 而且申请只到6月底 所以大家看到影片的时候 大约还有10天时间可以操作 就请大家好好的去把握 然后建议大家看完整个影片之后 再依序按着步骤一个一个去操作 千万不要自己只看到前面 就自己随便去操作 我怕你有一个步骤漏掉的话 你就会申请不到 首先第一个步骤 我们必须要去申请一个新的Google帐号来操作使用 我们可以到Google页面按登录之后 这边自己点击建立账户 用途你要选哪一个都可以 接下来建立Google帐号的这些资料 我会建议就是用你自己本人的资料去申请 你就可以当中的这个申请完之后 是作为自己的备用账户也OK 接下来会验证电话号码这个部分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手机号码 即便你的手机已经有注册过Google帐号 同一个手机号码是可以验证多个Google帐号的 但是如果他出现你的手机号码已经验证多次的话 那你可能要找一下看家人还是谁 愿意借你手机号码来收取这个验证码做验证 你看就像这样 这组电话号码已经用过太多次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去找另外的手机号码来进行验证注册 好注册完成之后呢 请确认你的Google帐号是登录 你已经刚刚新注册了这个帐号 接下来我要进行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要跨VPN到美国去 那VPN的服务的选择上呢 我会建议大家呢一例去找付费的VPN 或者是呢如果是提供免费VPN的话 至少他原本是付费的VPN 但是有提供免费账号可以使用 比如说我今天作为范例的这个Provado的VPN 他就是有免费的账户可以使用 那他的免费账户呢 目前虽然软体里面有可以直接用在Chrome上面的 但是Chrome套件呢他不支援免费账号登录 所以大家呢就按照自己的系统去下载 如果是Windows你就下载Windows 如果是MacOS你就下载MacOS来使用 然后下载安装完之后呢 这边大家可以去建立一个账号来使用 建立的时候呢输入email 然后选择建立免费账号 然后往下去进行验证 最后取得账号密码再来登录就可以了 注册之后呢成功登录 接下来我们就要跨美国VPN的这个服务 这边我们可以点选下面 然后选择USA 美国 这边有四个节点 我自己试下来呢 我是用纽约这个还算蛮稳定的 虽然呢洛杉矶这个服务的讯号好像是最好 但是我自己试下来纽约算是比较稳定一点 这个大家可以去每一个都切换看看 看你哪一个切换之后 接下来的连接速度比较快 你就用哪一个就可以了 好这边确认连接到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开启 GEMINI的方案页面 当你开启页面之后呢 如果有看到中间出现Google AI Pro 然后下面有一个Free for Students 这代表呢你这个VPN是有跨成功的 确定你是在美国IP 你才可以看到这个方案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选择Free for Students 然后如果出现这个页面呢 你基本上已经成功一半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验证学生的身份 然后点击它 接下来我们要去验证学校的E-mail 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是学生的话 那你就用自己的E-mail来验证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但是如果你不是学生的话 要怎么取得这个学校电子邮件呢 这边介绍另外一个服务 叫TempMail 这边呢可以直接取得临时的学术邮件 好一进来这个页面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临时的E-mail给你 你就直接按复制 然后贴过来 然后直接去做验证 好这边就会出现了验证码要填写 好往下 往下你看这边很快就收到了 我们这个临时要验证的电子邮件 点击进来后 这边就可以看到你的验证码 然后回来Google One这边呢 直接把它贴上去 然后按提交 好这边呢看到你符合Google AI Pro 学生折扣资格呢要继续操作 不是到这边就结束了 我们要点击继续 然后接下来这边呢 会跳出信用卡的输入资讯 你必须要绑定一个付款方式 才能开始你的免费试用方案 这个绑定信用卡呢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绑定完之后 会教大家直接把这个订阅做取消 但是一样可以使用15个月 在这边呢你就是去新增你的信用卡 直接去做绑定 然后在绑定信用卡的时候 还有一个蛮关键的就是当你输入完台湾的卡号之后 地区呢这边一样选美国就好 不要去选择台湾 如果你选择美国以外的区域 接下来因为出现订阅失败 它会显示呢你的区域是没办法订阅的 那这边你就是输入台湾的卡号 然后下面选美国 这样一样是可以绑定的 绑定成功之后呢 这边看到 从今天开始收费 但是你看到这边有写15个月免费试用期 然后会到明年9月19号 也就是15个月后才会开始进行收费 好这时候你就可以按下订阅 好看到已订阅这个打勾起来 才能确认你已经拿到免费15个月的订阅使用权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VPN关掉 可以不用继续使用VPN 直接点这个呢就可以取消VPN的连结了 好当你完成订阅之后呢 你进到你呢 GEMINI的页面之后 你就会看到右上角就出现Pro字样 接下来我们可以先把它取消订阅 这样你到时候15个月后才不会忘记 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 管理你自己的Google帐号 然后这边有一个付款跟订阅管理 往下拉之后这边有一个管理订阅 然后点击我们刚刚订阅的这个Google AI Pro方案 好这边呢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取消订阅 好你注意一下 他这边确认你要不要取消订阅 他这边会说呢 是到2026 9月20之后呢 帮你取消订阅 之后就不会帮你继续收费 也就是呢你这边按取消订阅 你就是会安心的使用15个月 那15个月到了之后 他就不会帮你自动续页 就这样很简单 所以这时候你就按取消订阅 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你就可以安心的 好好的使用这个账号 使用15个月Pro的方案 好最后这边呢稍微补充一下 当你取消订阅项目之后呢 你也可以把你的付款方式呢 把它删除掉 这边你可以点击编辑付款方式 进来之后呢先验证你的身份 当你完成两步验证设定之后呢 就可以进到这个付款方式来进行编辑 这边你就可以直接移除呢 你之前绑定的这个信用卡 好把按移除 好这样你的备用账号里面呢 就没有任何的付款方式 我想大家应该也会比较安心一点吧 看完上面的教学之后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功 申请到15个月的学生方案免费使用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AI相关的教学 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哦 我是阿汤 下次见 拜拜